项目编号 SCP-446人类服装模特 项目等级 Safe 课书收容措施 SCP-446将被锁在它的箱内 而且只在测试时移除 所有衣物和饰品将在结束使用之后 从SCP-446身上移除 阅读事件446A 描述 SCP-446在普通状态下是一位高枷锁女性 20岁左右 最长为17.78厘米的棕色头发 异常亮的蓝色眼睛 淡色皮肤 背后亦有一个Marshall Tarter & Dark标志 身高1.75米并重52.16千克 SCP-446身体结构无任何异常 至少体外如此 所有身体特性都与活人相同 包括皮肤色调和质地 眼睛颜色和拱膜清晰度 甚至是体热 但是SCP-446不对任何交流作出反应 并且不呼吸 也没有卖过 SCP-446平时被朝下躺在一个带袋子的长铝箱内 SCP-446和它的储存箱是在删除被特工和特工发现的 储存箱本身十分普通 除了一个标明SCP-446衣物大小的白色标志 当两位特工试图抬起SCP-446的肩膀让他坐起来时 SCP-446对他们的触碰做出回应 自己坐了起来 轻轻地从前方推肩膀一下能让他躺回去 更多的失力可以让SCP-446自行站起来 并会保持站姿 直到朝头顶向下失力 让SCP-446在坐下 SCP-446大多数时候在未唤起的情况下不移动 不过他的双眼会跟随离他最近的人并试图目光接触 SCP-446的四肢可以移动并摆出姿势 当移动到位后他们会永久保持该姿势 这甚至可以在普通人需要平衡装置来平衡的情况下保持姿势 如单脚站立或甚至是单手站立 试图推导SCP-446达到了预计的效果 他没有试图保持平衡并直接倒下 一次对SCP-446的身体检查显示了额外的一些讯息 细节请阅读文件446EA 事件446到1相关SCP-446相关人员 首位Sunderland博士日期 2010年9月2日地点 Side储藏间6 描述 为了保持庄严 SCP-446最初存放时穿着一套标准低级人员制服 地名首位后来调查了关于储藏间6 即SCP-446被存放的储藏间内传来撞击声的报告 SCP-446的箱子被发现 因有节奏的从枪内敲击箱 带而从其原位移动了几英寸 Sunderland博士被召来 并在打开箱子之后发现SCP-446试图做起 他一直在把他的脑袋敲到盖子上 躺回去 然后再试图做起来 当香盖开启后 SCP-446再为唤起的情况下站了起来 SCP-446然后将其双手交叉在胸前 低下头并耸肩 SCP-446同时在进入基金会管辖后第一次改变表情 他的表情变为一个带有轻微的悲伤和恐惧的表情 他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直到Sunderland博士触碰了他的肩膀 让SCP-446回到一个面无表情的站姿 但是SCP-446无法被指引坐下直到地级人员制服被移除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446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